大家好,这里是妹娘的菜 红豆,绿豆,黑豆,我们经常都在吃 但是哪一种豆营养价值最高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说红豆 红豆里边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常吃红豆不仅可以驱除身体里边的湿气 还可以补脾胃 喝一些红豆水还可以消水肿 尤其在天热的时候喝上一点 还可以解热毒 像这个红豆我们常吃 它有健胃的功效 所以很多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豆沙馒头 像一般孩子疲惫比较虚肉的话 就可以给他多吃一些红豆 而且红豆搭配上一人煮的水 常喝的话 可以很好地驱除身体里边的湿气 尤其是在南方的朋友 可以经常喝上一点 对于老年人来说 喝上一点以后冬天也会好过一些 身体里边的湿气少一点 冬天也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感冒 不容易发烧 这是红豆独特的作用之一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绿豆 刚过夏天 朋友们应该吃了很多绿豆了吧 因为绿豆比较凉 含有多种维生素 钙 磷 铁 等矿物质 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具有消暑 利尿 增强肌体免疫功能 清热解毒 止咳 以及润肤的功效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喝一些绿豆汤 但是正因为绿豆比较凉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少量食用 如果吃的太多的话 就容易造成肤痛腹泻 身体不适的情况 像这个绿豆 建议女性朋友少吃一点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少吃一点就好 接下来咱们说说黑豆 黑豆里边富含大量的维生素液 花青素 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而且越到冬天的时候 就应该多吃一些黑色的东西 像这个黑豆 它有活血 沥水 去分 补肾 滋养和溅血的功能 而且对于乌发也有一定的帮助 能够改善血液循环 提高排尿的能力 消除腹肿 多吃一些黑豆 能够在冬天 让人保持精力充沛 所以说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黑豆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多吃一些绿豆 而在梅雨季节 空气比较潮湿的时候 可以多吃一些红豆 根据季节 天气不断的变化 从而选择不同的豆类 这样才能达到最健康的饮食 也会把豆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哦 这里是妹娘的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